接着我们持续来关注这是泰山的经营权竞争真的非常激烈 不过呢现在占家的分裂似乎让龙邦要证券在握了吗 我们来看市场派的大股东龙邦是一路的去做加码他们的持股 截至到5号的最新公告龙邦过去短短一个礼拜 旗下的宝胜投资持股就从9.8%上涨到了11.36% 而至于龙邦集团本身的持股比例也从32.36%上涨到了35.56% 其实呢这合计算一算总持股已经有46.92%了 离过半真的一步之遥只差3.08% 只不过呢这部分的股权释出现在应该知道了 主要是来自以詹仁道为首的詹家二代大佬家族 那么詹仁道啊他是泰山的总裁纪名誉董事长 是泰山詹家的第二代长子 曾经长度泰山长达40多年 可是泰山家族的大家长的辈分非常的高 而他自己松口说持股是都已经卖给龙邦了 那么也很释怀的说上市公司就是这样 经营权轮转很正常 说也相信他会好好的经营 看来对龙邦是有信心的 但是虽然詹家的家族持股确定分裂 可是呢早一步放大绝 就是泰山他们已经大卖了 金基姆就是全家的股份 虽然龙邦也很火大 就指出了四大疑点去进行抨击 包括这个股票到底是卖给谁 为什么都没有讲清楚 还有呢是以保密为由 拒绝提供法律意见书吗 还有为什么是选择全家股价相对低点的时候卖 那是不是有所谓的让股东们通通都损失欺骗股通 甚至有掏空公司的移云呢 好对于这四点 泰山在今天也都一一的做出了回应 说卖股是获得了绝大多数董事的支持 而且呢是以摘要报告 并没有保密 也非所谓的从优交易 重点是他们是由依照法律 巨额逐笔的进行交易 所以无从得知他们的交易对象 双方你来我往 可是卖都卖了嘛 当然市场上大家比较好奇的还是 到底是谁接走股票 这个神秘的大户口袋很深 要有80亿的现金 现在有业内人士就指出 其实蛮有可能是透过三杨威士比 就是三杨药品工业去做牵线 由特定的私募基金来承接的 因为我们来看看这个全家的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是日本的全家持股 百分之在45 那么其他的百分之29.2 而三杨呢是百分之3.3 泰山有百分之22.5 所以外界认为这三杨 等于有可能是帮了泰山一把 让泰山把全家的股票换一个地方放 那双方未来对于全家经营的决策影响力 就会增加 合作也可以更加的紧密 不过当然了 这只是外界的揣测 目前都还不得而知 老牌食品厂泰山以每股均价一百八十七元 火速处分旗下经济母全家股权 瞬间陆带五十四点五三亿 外船就是为了抵御市场派龙帮步步进逼 先前逢论出手干涉泰山经营权之争 但泰山董事长詹仁道 六号却首度松口 家族持股确定分裂 便向承认部分持股全卖给了龙帮 眼看事态紧急 泰山赶紧脱手全家 却让龙帮气得牙痒痒 提出三大质疑 包含泰山是否在董事会前 就已经私下谈好买家 其次仓促卖股并非最好的价位 甚至未向董事清除报告就独断专行 针对种种指控 泰山表示不仅处分过程 完全符合程序 没了意外投资 未来更能专注在本业经营 同时强调售股金额属于全体股民所有 驳斥掏空一说 只要在这个下线以上的价格 依照经营团队 他的个别判断 依照大环境的状况 他来处分 龙帮入主泰山 其实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那可是在没有正常股东会 全面改选的时候 除非说第一个 他们能够掌控神纪委员会 不过接走股票背后的神秘人物 究竟是谁 市场诸多揣测 院内人士指出 极有可能是透过三阳维士比牵线 再由特定私募基金来承接 那私募基金本身可以赚一个 我在parking时候的利息 还有一些价差 那这个三阳也可以 透过这样的方式 持续巩固他们 跟这个泰山在全家的合作 因为三阳药品工业 原本就是全家第三大股东 再加上与泰山关系友好 若真如外界传言 将让双方合作更加紧硬 泰山这天外飞来一笔 杀得龙帮措手不及 精英权之争再也先波澜 三阳兄 你是谁的副词 台北报道